马来西亚政治60年来首次变天 马来西亚政治60年来首次变天 93岁的前首相马哈蒂尔 成为全球首位90后国家领导人 马来西亚的新政府似乎准备在经济领域大干一场 015人组成精英经济顾问团 近日,马哈蒂尔宣布成立 有5人组成的精英经济顾问团 包括常年居住在中国香港的马来西亚首富郭赫年 Robert Kinnock前国家银行总财节DV Shakhtarizis前财政部长达因 Dame Sainadin前国家石油工司主席哈山马利肯 Modis American及马来西亚及联合国 负责经济发展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孙达兰 Chomok and Sundaran等人 据新周日报 马哈蒂尔表示 经济顾问团将由前财政部长达 因负责领导 首要任务是为希望联盟组成的新联邦政府 提供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咨询 帮助马来西亚经济发展 他表示 这支团队将协助政府顺利落实百日新政的承诺 而一旦目标达成 这支顾问团队也将解散 02首富回归大马 中马关系 引关注此次经济顾问团中 最值得关注的人是大马首富 95岁的亚洲唐王郭鹤年 足及福州的郭鹤年 在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85 总资产154亿美元 连续多年稳居马来西亚首富的位置 郭鹤年在海南考察同时 他也是改革 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之一 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就是其旗下产业 其经营业务也很多元 包括干蔗种植 制糖 面粉 饲料 矿山 地产 金融 酒店 商贸 物流等 时隔多年后 就居中国香港 事业重心 放在大中华区的郭鹤年 再次回归大马 具有一定指标性意义 当中国舆论盛传马哈蒂尔反华时 与中国交往颇深的郭鹤年 进入马国经济顾问团 无疑能成为中马两国之间的润滑剂 为两国经济方面的合作 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03 其余四位成员 一层是马国工臣经济顾问团 其余四人同样在马国拥有很高的身旺 90岁的前财政部长达因曾在马哈蒂尔担任首相期间 两度出任财政部长职务 深受马哈蒂尔器重 在任期间 他曾重塑大马金融体系 加强监管管责 他曾被称作马来西亚最有简术的经济建筑师之一 让经济曾连续衰退四年的马来西亚实现高速增长 前国家银行总裁杰弟 是马国国家银行央行首位女性总裁 曾担任马来西亚央行行长16年之久 曾获得全球最佳央行总裁的头衔 也是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哈山马利肯曾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前主席和CEO 在任期间带领国家石油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参与海外工程和油田 一手将国家石油公司带进世界500强 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全球化的能源集团 曾担任联合国经济发展事务助理秘书长的孙达兰 是马来西亚著名经济学家 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曾在马来亚大学任教20余年 担任过剑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访问学